9月17日,中国最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正式揭牌,这预示着黑龙江黑河迈入自贸试验片区的新时代,成为中国最北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作为中国最北自贸试验片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与俄罗斯阿姆尔州经济超前发展区隔黑龙江相望,重点发展跨境能源资源综合加工利用,绿色食品,商贸物流,旅游,健康,研编金融等产业,建设跨境产业集聚区和边境城市合作示范区。 研编开放开放,我们这个集合我们黑河的自己的特色,抓好这个研编开放,争取为这个全国提供研编开放的可扶持的经验。 据了解,这是中国首次在边境口岸城市设立自贸试验片区,将进一步扩大对俄合作领域,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引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逐步形成研编口岸物流枢纽和中俄交流合作重要基地,成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